随着新冠疫情趋缓,亚洲各地区持续松绑防疫措施 香港19日就宣布,从1月30日起,确诊者将不再需要隔离 特首李家超表示,他已经取消了确诊者的隔离命令 新冠病毒也会从严重呼吸道疾病 连接香港与中国的高速公路服务,也在15日重新恢复 至于日本,也有望将新冠病毒降级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,日本政府可能从4月1日开始调降新冠病毒的分级 目前日本将新冠病毒分类在第二类,而流行性感冒则是第五类 不过,如果降到流行性感冒的等级,感染新冠病毒的医疗费等 就不再能够由公费全额支出 另外,隔离措施方面,确诊者7天的自我疗养 密切接触者5天自我隔离的要求也将被取消 另一方面,邻近的南韩也在20日宣布 由于新增确诊病例数持续减少,病床的使用率也很稳定等 将从1月30日开始,取消大部分的室内外口罩禁令 欢迎新闻许昊明,帐号报导 美中对以制下的东协因地缘政治角力趁势崛起 中一链爆发大千洗潮 台场机会挑战有哪些 每周六晚间8点看见新东协用一小时 带你掌握东协商情与政经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